为了确保校园午餐卫生安全 农委会教育部以及卫福部 从106学年度起推动四张EQ 也就是明定校园午餐食材 必须采用具有四种标章产品 以及具有农产追溯条码QR Code农产品 让所有农产品的供应来源 都可被追溯查核 不过这样的措施 却在10月5号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被立委批评是流程复杂 更是造成失职不足 还要兼任营养午餐秘书的 偏乡地区老师工作量大增 希望教育部应简化 午餐秘书的查核程序 而立委高路已用 则要求教育部营养午餐的相关规划 应该要因地制宜 考量不同地区特性来衡量 今天你这个契约 其实是适合中央厨房市的业者 那如果通通采用一样的契约 具有不合地方特性的地方 凤林的小学 光复的小学 他入个中央厨房市在花莲市 然后服务员这么大 他提早煮的时候 到了我们的学校端 菜都烂掉了 而立委高金素梅则指出 原乡地区继练发展 有机农业有成 生产小规模健康蔬食 却无法供应给附近中小学 作为午餐食材 这个自然农场就离十分钟 然后自然农场里面有 产生什么呢 有鸡鸡 有鸡蛋 但是学校却不能跟部落采购 这凸显了什么问题 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采购法是有问题的 我们会找一些 有器做的小农的模式 来给那个学校来做参考 第二个为了降低运输的成本 我们在小型学校的部分 200人以下 我们有补助运送的一些经费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5号审议学校卫生法相关草案 为了有效把关校园午餐品质安全 也有委员提出 应该规范中小学全面禁售 高盐 高油 高质 反式脂肪的食物 以及含糖饮料 这项建议最后也获得 教育部同意修法 记得乌玛斯大陆立法院采访报导 嗯 嗯 嗯